球證12碼,還要紅牌 禁區久了,彈到 的確是12碼,不過只是黃牌 破壞明顯入球機會 咳咳,你慢慢聽聽 侵犯對方球員,破壞對方一次明顯入球機會 發信在禁區裏面,要判罰12碼 這樣很清晰 清楚明白 不過因為已經判了12碼 犯規球員的意圖是踢球 因而產生失誤犯規 球員只會被警告罰了黃牌 即是有12碼就一定沒有紅牌? 又不是 你看看這個片段 今次同樣是禁區內破壞明顯入球機會 同樣要判罰12碼 不過今次犯規球員就要紅牌出場 因為球員的犯規動作是拉人 阻礙對手移動,不是踢球 所以這個情況就算給了12碼 球員也要出示紅牌 清楚明白 我還想問月位 好了好了,下次見 拜拜